第十,为什么耶稣成全了律法呢? 律法要求人的顺从,不顺从的人要受咒诅。 耶稣来了,作为第二亚当,幕后的亚当,作为我们新约的元首,恩约的代表。 第一亚当,使所有亚当的后裔都带入到罪和死亡咒诅里面。 第二亚当,他要代表我们遵守行为之约,完全顺从了律法,结果他获得了义。 他获得的义不是为了他自己,为了他的身体教会。 所以他获得了这个义是借着他完全顺从律法,又借着自己无限的生命的价值, 为我们违背律法,支付了律法的罪债,受了咒诅。 所以英文里面翻译成中文说的是,积极的顺从就是守律法, 消极的顺从就是为我们受苦受难,为我们做赎价。 所以他满足了律法,成全了律法,这个成全一是遵守了律法, 然后满足了律法对犯罪的要求, 同时成全了律法也是成就了过去律法应许的那个义。 包括律法,这个律法又包括仪式是吧,象征的,预表的,预言的等等, 最终都在耶稣基督里面实现了。 所以这个成全可以从预言应验,预表,象征和实体, 然后律法的要求和满足律法的要求, 这个角度去理解,成全。